南韓超人機女團New Dreams 傳出遭到公司霸凌 團體成員在15號的時候 以參考人的身份出席國會聽證會 坦言過去好幾次跟公司高層打招呼 卻遭到忽視 她閃掉監視器畫面作證 公司卻說這個影片遭到刪除 而席間她情緒激動 一度淚灑國會現場 笑而不達相信跟粉絲們心有靈犀 南韓超人機女團New Dreams 傳出遭公司霸凌 事件一路延燒鬧上韓國國會 團體成員Tani15號 以參考人身份出席聽證會 淚聲俱下控訴公司把她當作空氣 世界上的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 是不可能的 但仍然是不可能的 仍然是人類的 仍然是不可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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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尼透露過去多次跟公司高層打招呼 卻遭到忽視 她想調監視器畫面作證 公司方卻聲稱影片遭到刪除 只能提供不到十秒鐘的畫面 無法還原真相 哈尼市以為 藝術者們 罷林事件延燒 連澳洲駐南韓大使也主動關切 而一手打造New Jeans的王牌製作人敏熙珍 今年四月遭報跟公司意見相左 恐將帶著團體出走 最終卻被解除 執行長職務 而團體成員在九月 瞞著公司在網路上公開直播 證實霸凌傳聞 坦言未來會以個人活動為主 讓粉絲們憂心忡忡 團體未來是否會走向解散意圖 確定遭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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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遭�